行动党主席林冠英近日批评教育部长法利纳不应成为一党的教长 这一表态遭到了法利纳的政治秘书阿迪卡的严厉批评 但林冠英表明这番言论是在内阁公布决定前所做出 而阿迪卡却搞不清楚前后状况 误认为她在反对教育部公布的决定 阿迪卡在昨日的声明中指出 林冠英的言论显示她不仅反对法利纳的立场 还对内阁的决定持有意义 即便在媒体声明发布之后 她为何仍然与反对党提出的论述一样 如果法利纳被认为是跟随一党的脚步 那么林冠英又是跟随谁的脚步呢 她进一步反问林冠英 是否在没有更有效的方案来集中讨论教育经费改革计划的问题 尤其是行动党在教育部和财政部都拥有副部长的情况下 针对此事 林冠英表示 自己的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并且是在教育部正式发布声明和公布内阁决定之前发表的 她指出 当时教育部的文告是在下午发布 而她在早上的记者会上已表达了相关意见 林冠英在今日宾州元首华旦授风仪式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 她呼吁法利纳在文告中不要过于强硬 并指出这番言论是在内阁做出决定之前提出的 她认为法利纳的政治秘书可能由于对事件的进展了解不够 误以为林冠英的批评是在内阁决定后发出的 因此发布了反击的文告 林冠英进一步强调 交通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已在内阁中提出了建议 内阁也做出了集体决定 作为政府议员 她会全力支持这一决定 针对阿迪卡指 就连一党也支持内阁决定说法 林冠英表示 如果一党也支持内阁决定 那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看了报道 都没有看到一党支持 一党哪里有支持 民政党主席拿督斯里刘华才表示 他将通过国盟最高理事会平台 明确阐述民政党对华教演义课题的立场 刘华才今日在主持民政党中委会会议后 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民政党将利用国盟平台与土团党和一党讨论这一课题 但国盟当前的重点是吉兰丹能吉里州一席补选 因此相关讨论尚未展开 关于一党是否愿意接受民政党的立场 他表示 由于尚未讨论清楚 不清楚一党是否接受 不过 作为非种族政党 民政党认为应保障各族宗教和文化的权利 他还提到 华校需要通过募款的原因在于政府给予的援助不足 刘华才表示 在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价值观下 华人通过举办议演和意卖筹款并非政治或种族问题 而是政府未能提供足够资金的结果 他呼吁政府如果无法提供充足拨款 就不应阻止学校接受任何来源的援助 以确保孩子们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刘华才还强调 民政党对华教演绎课题的立场明确 并愿意提供相关信息或资料以解答疑问 他表示 若有人希望就此进行辩论 民政党也已做好准备 针对民政党是否会在能及理助选的问题 刘华才表示 能激励华裔选民占比仅为0.2% 应议选民占比也仅为0.02% 民政党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有限 然而 如果国盟或成员党有要求 民政党将尽力提供支持 乌统副主席 拿督斯里·莫哈默卡利提醒党员 不要再误以为乌统在政府中 仍然强大和占主导地位 他强调 乌统现在只是政府的一小部分 莫哈默卡利 今日在乌统巴西古当区部代表大会开幕里上指出 乌统党员的一些要求 有时时领导人陷入困境 例如 当团结政府的候选人 在双膝巴甲补选中失利后 党内有声音要求与团结政府断绝关系 他警告 乌统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强大 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他表示 乌统内部的攻击不仅会加剧困境 还可能导致与政府中其他政党的冲突 使局势更加复杂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莫哈默卡利呼吁乌统党员应专注于服务 并提供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以赢得选民的支持 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今日宣布 从8月1日起 在马来西亚运营的社交媒体和及时通讯平台公司 需申请营运准证 这一新规定旨在创建更安全的在线生态系统 并为所有在大马运营的社交媒体和及时通讯平台设定监管框架 委员会表示 营运准证的要求将从2025年1月1日起强制执行 届时若未获得准证 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并可能依据通讯与多媒体法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委员会说 目前 大马的社交媒体和及时通讯平台共有800万用户 这一要求符合内阁对社媒和及时通讯平台的法律遵守 及打击网络犯罪的决策 包括诈骗和在线欺诈 网络欺凌以及针对儿童的性犯罪 在此之前 这些平台根据2000年通讯和多媒体准证豁免令享有豁免 不需申请营运准证 委员会进一步说明 新的监管框架仅适用于符合准证资格标准的服务平台 不涉及平台用户